國保集團總裁朱國榮 涉及多期的弊案 遭到限制出境 目前還在審理 但他在上週五 沒有定期到派出所報到 而法院昨天傳喚也沒有出現 法官改定二十一號訊問 並且發出具體 如果朱國榮再沒有出庭的話 恐怕會面臨通緝 而當初交保的吳議員 也將會被沒收 穿著一身休閒 國保集團總裁朱國榮 涉及多期官司 持續遭法院禁管 也得定期找警方報到 如今突然鬧失蹤 從八號之後 就不見蹤影 沒有定時在派出所出現 跨足殯葬葬保險業 高爾夫也經營朱國榮 事業版圖做很大 因為捲入中信國保弊案 一度遭收押 孫縣兩起官司 朱國榮獲五億元交報 涉嫌炒股內線交易 高院分別判刑八年及十六年 目前上訴三審 接獲失聯通報後 法院十四號傳喚到庭 也不見他現身 連他的違日律師庭上 都表示聯繫不上人 承辦法官已定於九月二十一日下午四時開庭訓問 並發出拘票拘提被告朱國榮 不僅發出拘票拘提 萬一朱國榮再不出現 恐怕被視為逃亡 遭到高院發布通緝 已經七十歲的他將面臨二十年通緝失效 當初繳的五億交保金也將一併被沒收 記者中文宣佳正林 台北報導